9月28号 第11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互联网盛典总导演 湖南卫视制片人罗强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牢牢可是带着网友宝宝们的众多疑问呢 当然了 今天的互联网盛典也是看点颇多了 快来看看罗导有什么要剧透给大家的吧 这次的互联盛典是卫视的我们团队 和芒谷TV的合成团队共同的打造 说到大明星 罗强良还透露 节目组正在积极邀请娱乐圈中 具有互联网精神的明星代表 不知道会有哪些idol呢 跟上一届比了 这次启用的大咖特别多 比如说刚才剧情蔡丽 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界线当红的 鲜弱 顿洋 比如说人气明星黄梓涛 比如说我们张汉 等等等等 当然了 目前的明星嘉宾都还在邀请之中 到底谁会出现在精英电视艺术节互联网盛典的舞台上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老了还听说 2016超级女生也会前来助阵哦 不知道会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呢 超级女生这个的超级女团我们这次也大胆启用 在开场秀里面 有到我们的这个独特的表演 并且在 随道直播平台里面 有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空间 好了好了 作为第二次举办的互联网盛典 不知道和第一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这次的这个 各位网言有一个很大的创新 就是被发版的对象 就是这个APP 阿大APP的创始人 或者联合创始人都会在现场来 讲述他 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总老眼揭秘了这么多 各位网友是不是更期待 10月14号开幕的精英节了呢 姥姥也会持续送上更多新鲜报道 芒果老新闻 滔滔汉哥大白羊都要来了 还不搬好小板凳乖乖守着 霸道